太空生活,去世多 你知道航天员在太空中怎样生活吗? 说起来还挺有趣呢。 在宇宙飞船里,站着睡觉和躺着睡觉一样舒服。 不过,要想睡个安稳觉, 航天员必须钻入固定在舱壁上的睡袋里, 不然,一不小心就会飘到别处去。 在宇宙飞船里活动,也需要技巧。 跟在地面上用腿脚行走不同, 航天员在舱体里移动主要靠手臂。 为了方便航天员在舱体中活动, 舱壁上安装了很多特制的扶手。 平时,航天员会依靠这些扶手或其他设施稳定自己的身体。 在宇宙飞船里,是没有办法用普通的杯子喝水的, 因为水处于湿重状态, 即使把杯子倒过来,水也不会往下流。 航天员要想喝到水, 得使用一种带吸管的饮水袋, 直接把水挤到嘴里。 航天员在太空中洗澡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从喷头喷出的水总是漂浮在空中。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科研人员做了一个实验, 它们设计了一个密封浴桶。 在下面安装吸管, 它可以把喷头喷出来的水朝一个方向吸。 但洗完澡以后, 航天员还要花很长时间清理身体上和浴桶里的水, 实在太麻烦了。 所以, 现在航天员通常只用免洗湿巾擦拭身体, 这就简单省事多了。 你看, 在太空中生活是不是很有趣?